好 这个韩冰也赶到了 这个杨老师提到了这个停火 我觉得那是不是呢 因为我们看到Kirby他就讲 他讲了一大堆 他就把停火丢出来 有没有 无条件停火一直都不行 不可以无条件停火 因为无条件停火会怎样怎样怎样之类的 所以他特别丢出了 不可以无条件停火 那是不是就意味着 有可能达成无条件停火 我不知道了 根据这个 根据这个美国的情报来看 因为Kirby的反应算是有点大 算是有点大 所以大家觉得 这个习近平到了这个俄罗斯 去挺这个普丁 只是跟他谈经纪合作吗 你觉得呢 不会吧 所以他一开始他就告诉你嘛 对不对 这是一个这个友谊之旅 友谊就不用讲了 中国本来就是背靠背 本来就是铁杆兄弟啊 合作之旅 经贸上的合作也不用讲了 对不对 和平之旅 最后一个很有戏 但和平之旅放在最后面 最重要 而且外交部之前 就定掉习近平出发 定掉就是这四个字 和平之旅 虽然只有这四个字 但是里面的信息含量太大了 因为和平之旅是最困难的 美国最不愿意的 但当然对世界来讲是个福音 尤其是对欧洲来讲 所以你怎么看到 Kirby的这个发言 会不会啊 这个大惊喜还真的 这个跑到莫斯科 然后人家普丁大帝就同意了 在习近平的好说歹说之下 就同意了 然后先停火 有没有可能 这就是柯比最担心 柯比这句话其实不是讲给 中国大陆听也不是讲给全世界 他讲给泽伦斯基听的 他就是跟泽伦斯基讲 我们美国不希望停火 你继续给我打 基本上就是这样子 不然的话老实说 以现在乌军所遭受到的损失 你就算只是一个暂时性的停火 其实对他们不是有一个好处吗 也让这个国家稍微喘息一下 他已经打了一年多了 其实损伤非常非常的重 那暂时停火就代表承认 那17%的土地全部归俄罗斯吗 那也未必啊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美国这种说法 其实就把自己的目的暴露出来 就是他不希望停火 他不希望让中国大陆 在这边达成任何成就 因为这对他来讲都有损伤 他还警告泽伦斯基 你不准接受中国大陆的提议 你接受他的提议 你就试试看 所以我觉得对习近平来说 他现在比较难的就是 怎么样去让泽伦斯基能够同意 我觉得这是他很困难的一点 但是我个人认为 习近平会这样出手 不是没有原因 不是只是他坐在 坐在那个北京突然之间想到说 我们来谈一下好了 绝对不是这样 他事先都已经讲了差不多了 我相信之前泽伦斯基 他们也已经派人去谈过了 一定谈过了 一定是 也就是泽伦斯基这边 应该是有某一些条件 那他现在就是他到俄罗斯去 想马尔斯夫能够让普丁能够退一步 接受一点条件 那当然要现在就打到停火 我个人认为还没有那么快 还没有那么快 但是一些初步的东西 先凝聚一下双方各自 有可能形成共识的地方 然后再一步一步漫谈 所以你看今天会发生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就是在习近平要飞去莫斯科之前 他在莫斯科的报纸投书 然后普丁在北京的报纸投书 双方互相投书 那其实就表示 他们先前都已经谈过了 那大家已经有共识了 所以各自在对方的媒体上发表 那习近平在投书里头也讲得非常清楚 这是一个很艰难的任务 所以他也不是告诉你说一触隔击 马上就会成功 不是这样 但至少这是一个开始 因为对人类来讲 最重要就是让停火出现一丝束光嘛 而且还比你有没有发现 当然啦 在这个时间点 你说这个乌克 你说这个美国的小弟乌克兰不出来 批评个两句 好像也对不起美国老大哥 但是你看到 他是由泽伦斯基的办公室主任 出来讲这个话 然后今天我们台湾所有的媒体 因为引诱西方媒体嘛 都说有没有 这个乌克兰批评啊 批评这个习近平到这个俄罗斯去 但是你看到他的内容 其实还好 没有什么批评 批评习近平本人 或是有没有 直接像科比这样讲 并没有 那他讲的这两点都是之前 就不断提出他的一个原则 那批评斯基没有讲话 因为其实为什么要找这个 办公室主任出来讲 就是留下一个转管的余地嘛 我批评斯基先不要出来讲 不然以批评斯基这种大炮个性 大家忘记了吗 他之前怎么骂西方的这些国家领袖 对 他完全不可以 直接跳出来 超兇的 可是你看批评斯基 从以前到现在从来没有骂过习近平 从来没有 一句都没有 真的 对啊 表示批评斯基一直要保留这一层关系 对 他也希望中国大部分能够在中间做调停的工作 所以他必须要在习近平去莫斯科的时候 他必须要表达一些态度 所以我先不要出来 让我办公室主任出来 那我就随便把我过去的立场再讲一下 可是他也是丢出他过去的立场 他并没有针对这个习近平到莫斯科提出更多的批评 并没有 所以我觉得他讲出来这个一个 以乌克兰的现状 他要求说你先从撤军开始谈 这也是很可以理解的 这也没有什么很奇怪的地方 然后再看 因为接下来他们明天 习近平跟那个普丁要签署联合公报 那这个公报再看他们内容到底是什么 那但是我个人认为 其实这一次虽然说是去谈经济 实际上是和平才是诅咒 因为你看秦刚跟王毅都去了 他外交最重要的两个人都去了 就表示这一行完全是以外交为重大目的 那实际上俄罗斯跟大陆之间的经济 根本没有必要这么频繁去谈 他们就像刚刚言老师讲的 已经谈过几次了 还有什么好谈的 这顶多只是在更大张旗鼓一点 更加强一下我们彼此之间的伙伴关系 重要的还是我个人是觉得 我觉得至少普丁会在 明天的公报可能会展现出一个相对让步的态度 就让整个看起来的局势稍微显得缓和一点 那当然接下来就要看美国怎么叫板 因为我们都说是看泽人斯基的态度 实际上大家也都知道 实际上就是美国的态度 因为这也不是泽人斯基能够决定的事情 那和平不会一触可及 但是至少有一个开头 我觉得对人类绝对是好事 其实我个人看法 我觉得当这个习近平抵达这个莫斯科的这一刹那 我觉得拜登其实就已经输了了 因为我觉得这个习近平还是真的是展现了全球 这个独一无二 不是独一有二 他刚才讲川普 川普也是对不对 就说他至少 这个他可以跟普丁 这个时候谁能够跟他讲上话 他同时跟普丁跟这个泽伦斯基都讲上话 还有对于这个习近平 去访问莫斯科这件事情 国际间左看右看 哪一个国家这样直接了当的批评 包括乌克兰 泽伦斯基都没有啊 对不对 他讲这个 这个关于这个中国方案 中国立场 有些东西他不同意 但他有去批评习近平跟普丁见面这件事情吗 那我要请这个委员稍微谈一下 你看到这个事情真的是炸锅 在美国媒体内部不得了 各式各样的一个重磅的一个评论 像纽约时报说习近平是寻求联俄 削弱美国地缘政治上的优势 此行是中国至今挺俄 最露骨的展现 最露骨的展现 当然他们有讲到很重要的 对于这个世界和平的一些促进等等 CN怎么说呢 普丁邀请习近平到访 希望从中国获得武器丹药 高科技产品 还有这个更多的贸易等等 但是中国在资深考量之下呢 普丁的中国愿望 其实当然可能只是一厢情愿 基本上还是一个畅衰的一个概念嘛 对不对 就是不看好 那华盛顿邮报说 两者寻求的都是挑战西方霸权 这就是挑战我大美国的霸权啦 但求在习近平手上 习近平反而呢 展示中国全球地位 让普丁认清楚谁是老大 是不是让全世界认清楚谁是老大 然后NBC有报道 一个月之前 美方就已经率先公开 说中方考虑送武器给俄罗斯 但还没有迹象 说中国已经决定这么做 NBC好像这个 好像比较持平一点 那苏利文说什么呢 他说美国鼓励习近平 跟泽伦斯基对话 希望对话 能够让中方打消 提供致命军援 给俄罗斯的念头 当然还是锁定美国的口径 中国大陆 你习近平根本不安好心 有没有 一方面讲这个撮合 一方面不断地把这个武器 提供给这个俄罗斯 但好像提供乌克兰很多武器 是美国不是吗 然后白宫这几州呢 想要又有一种说法 说白宫这几州又想要放软 中国考虑军援俄罗斯的说法 因为不想过度刺激北京 那据说高层有内部的辩论决定 不公开 这个很多情资 据说手上有很多 但是这时候不想太刺激北京 所以没有公开 所以这个委员你看到 这个西方的评论 大致上也不让人意外 你怎么看待 他们的这种各式各样的唱衰 是不是反映了某些内心的一些 担忧跟恐惧 我来打个比方 待会节目结束 韩冰只找教授去吃羊肉卤 我一定会说 那个羊肉卤那店很脏啊 怎么请他去吃呢 所以羊肉卤里面的肉都是坏的啊 而且韩冰请袁老师吃 一定不安好心 对 一定不安好心 应该让袁老师胖 对不对 而且脂肪太高 对 袁老师赶快喝两口水 我这样比喻合不合理 对 就吃胃嘛 那吃胃就是酸盐酸鱼 纽约时报在这个问题上面 当那种酸民 也不是第一天了 那西安内也经常当酸民 华盛顿邮报MC 哪一个不是酸民 不过我倒是觉得 我是正面看待 这个泽兰斯基 他的办公室主任谈话 欲在言外 他在告诉习近平什么 你在满足俄罗斯的利益的时候 记得也要满足我的利益啊 对不对 他的利益满足 你满足我的利益 哎呀 我们就不要让我们敲电了嘛 他是做个提点 对不对 我在乎的是这些 他没有说 你只能满足我乌克兰利益 不可以满足俄罗斯的利益啊 他说你满足俄罗斯不行不行 你要满足我的利益 后面不好意思讲嘛 再来第二个 他说 必须俄罗斯撤出乌克兰谈旗 那他的言外之谊说 俄罗斯如果撤出的话 我乌克兰军队 说不定也可以撤出乌东啊 对不对 这个很多国际上 这个严老师看过很多例子 都是这样子嘛 就是各自撤军 各自找楼梯下 然后就搞一个中立的 什么非军事区 对啊 然后对一些会不承认嘛 对不对 那所谓的这个敦内斯克 或者是这个卢干斯克 搞不好就比照北爱尔兰嘛 北爱尔兰表面上 主权是属于什么 是属于大英帝国 不内甸了 可是上次所谓的圣诞节的条约里面 就是南边的爱尔兰共和国 实质上在管制北爱尔兰 因为现在北爱尔兰 又可以跟欧盟做生意啦 所以这个东西怎么安排 都各有楼梯下嘛 英国说你看看是我的主权啊 领土啊 那爱尔兰共和国说 那个是我们可以管的啦 那这个北爱尔兰政府说 我两边都可以接受啦 对不对 就问题要解决了嘛 所以慈兰斯基没有并没有把话说死哦 只说哎 习主席啊 看过来看过来 我这里要什么 对不对 所以在开条件的阶段 那纽约时报 他说至今挺二最露骨的展现 那等到他跟慈兰斯基通话 或者视讯会议 又开了三四个小时 纽约时报要不要想说 此次通话 是中国至今挺乌克兰 最露骨的表现 不是很尴尬 对不对 今天晚上睡不好觉呢 跟阿比一样呢 浅眠的人呢 是不是一点点声音 就让你睡不好呢 现在阿比要推荐你这个 用喝的就能抒压的饮品 梦梦水 睡前三十分钟喝一包 就可以让你轻松无负担 现在赶快上快点购 还有优惠抢好康哦